雄又發生一起輕軌被撞事故 在今天早上十點多 一名騎著腳踏車的騎士 來到輕軌入口停下 等右邊的輕軌列車停止 他就騎著腳踏車準備通過 沒想到這時左手邊 還有一輛輕軌列車 疑似騎士沒注意到就這樣被撞上 整個人連同腳踏車倒地 列車趕緊停下 所信證明騎士手腳擦錯傷 送醫後沒有大礙 而輕軌列車車頭也被撞出 一觸擦橫 原本已經停下要通過路口 卻沒有注意到雙向的來車 導致撞上輕軌 現在警方也要釐清肇事原因 後續是否要賠償 也需要再進一步調查